The Philippine-Indonesian Media World Heritage Tour in泉州 toured the Stone Ox Mountain which has the second longest cableway in Asia with world-class scenery Philippine-印尼媒体适宜泉州采风团一行 畅游拥有世界级美景亚洲第二场所到石牛山 2024年思路双城际 即菲律宾-印尼媒体适宜泉州行 采风团20多位媒体人和泉州同行 于9月12日游览距离泉州两小时车程的泉州市下辖县德化县 拥有世界级美景和亚洲第二场所到的石牛山风景区 为了让各位记者一个惊喜 导游没有特别介绍石牛山 只是说去爬山 首次游览石牛山的全体成员喜出望外 赞叹不已 纷纷表示 返飞后定将向国人强力推荐 前往福建泉州旅游一定要去石牛山一游 石牛山地处福建德化东部 祖风海拔1782米 因山上一石似牛而得名 森林覆盖率高达95% 20多种国家保护珍贵树种和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生活其中 景区以独特的水石花岗岩石淡地貌 火山地质地貌为主体 兼有构造地貌和瀑布 湿地 河流及地貌景观等 森林茂密 自然生态极为优越 市集旅游观赏 休闲度假 地质科普 森林康养 红色教育 宗教文化 温泉养生与一体的综合陷阱区 戴仙瀑布由戴仙瀑布和油漏际瀑布组成 东边的戴仙瀑布单极落差达280.12米 户积的溪水如猎马脱江 雄魂奔放 西边的油漏际瀑布依雅缓流 温和宽厚 像一张镶在崖壁上的银毯 两处瀑布刚揉并济 交香辉映 是中国罕见的双瀑 石牛山索道全程7168米 是亚洲第二长 单段最长 跨度和坡度较大的拖挂式索道 最大高差1088米 从下站到上站 一路可饱览 瀑布 断崖 森林 珠海等景色 戴仙瀑布索道全程650米 穿梭于戴仙瀑布和悬崖栈道之间 坐在五颜六色的轿箱里 融进翠绿的森林 形成亮丽的空中一景 天空之星位于戴仙瀑布顶端 面积520平方米 其外调悬空长度52米 悬空高度达334.12米 拥有世界垂直高差最大的单边玻璃悬廊 世界垂直高差最大的单边玻璃悬廊 晃桥两项世界记录 行走在透明的玻璃台上 惊险刺激之鱼 更乐享踏云而行的快感 石牛山因竹峰海拔1782 是看日出 云海 佛光 雾松 星空的绝佳地方 由八明观日第一峰之美誉 主峰游步道沿途 风险 石怪 树旗 动幽 流传着美丽的故事和传说 戴仙瀑布咖啡时位于竹里小站 提供咖啡 奶茶 果汁等饮品 咖啡屋 备枕 戴仙瀑布 流水潺潺 满目绿意 是远观戴仙瀑布 旅游休憩 打卡的最佳点位 石龙溪橡皮艇漂流 位于石牛山国家森林公园西路 两岸生态保护完好 水质极佳 溪水清澈见底 有着矿泉水极漂流的美誉 惊险刺激 乐趣无限 带来最野最嗨的漂流体验 戴仙溪全年水量充足 一年四季节适宜漂流 戴仙溪主阀漂流全程6公里 九湾十八曲 有净水 也有急流 水清如尽 风景如画 被誉为闽中第一漂 石牛山酒店分为戴仙酒店和主峰酒店 总建筑面积为22000平方米 酒店客房256间 床位415张 餐位756位 酒店内设多工能厅 会议厅 抗养中心 KTV 健身房 去拍室 戴仙抗养中心分为 抗养区 健身区 休闲娱乐区 中心遵循科学疗养理念 为客户提供摇摇真身 古法经络条理 爱揪 拔罐 中品理疗等抗养理疗服务 China Khan News 非洲新闻台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